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具有艺术方面的修养和天赋 为人非常有才华 属于多才多艺的类型 不仅注重外表审美的追求 也注重精神生活的享受和提高 若是无名指的第一指节比较短的话 则行为较为懒散 生活比较邋遢 欠缺气质和才艺 二 无名指的第二指节较长 如果是无名指的第二个指节比较长的话 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聪明懂事 有着很强的行动力 属于实干派 个人能力比较强 而且做事态度踏实 非常的值得信赖 往往能够做出一番成就 而若是第二指节较短的话 这种人大多比较轻浮 喜欢玩一些小聪明 缺乏大智慧 想法非常不切合实际 做事眼高手低 总想着坐向其成 金钱观念淡薄 攒不住钱 三 无名指的第三指节较长 如果无名指的第三指节较长的话 这种人一般虚荣心非常强 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 非常善于表现自己 容易赢得一定的声誉和名望 而若是第三指节长得比较短的话 这种人一般进取心比较长 做人处事方面喜欢我行我素 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感受 人缘不太好 这里说的无名指整个的长短 是基于整个手型和其他手指的比例来看 四 无名指较长 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较长的话 这种人一般有着很强的社交和沟通能力 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人缘比较好 而且有着一定的审美能力 优越感比较强 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和荣誉 做事喜欢投机取巧 而若是无名指过长的话就不好了 这种人往往利益心非常重 做起事来也是急功近利 野心非常大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五 无名指较短 无名指长得较短的人 大多目光比较短浅 考虑问题只顾眼前 而且性情非常偏执 与常人不太一样 做事绝情很辣 也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对于亲情和友情看得都比较淡 美人也特别俗气 缺乏精神层面的追求 也不注重自身的名誉 六 无名指长短粗细标准 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长短粗细 与整个手型的搭配协调而标准的话 这种人一般有着很强的社交能力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人缘非常好 而且头脑聪明 眼光独到 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 为人也非常重情重义 将亲情和友情看得比较重 容易获得周围人的信赖和认可 能够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名誉和声望 挣钱和存钱能力比较强 二 无名指指端的形状 一 无名指指端比较尖 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之间部位属于尖头形状的话 这种人大多具有很强的艺术素养和天赋 非常在意外界的眼光和看法 特别喜欢表现自己 对于金钱和名誉的追求欲望比较强 而且沟通能力极强 社交手法高超 人际关系比较好 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 不过这种人虚荣心过强 有些时候难免会做出一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情 二 无名指的指端乘四方形 长有此种指形的人大多为人非常心高气傲 物质观念比较强 在为人处事方面 时常会保持着一种优越感 容易看不起人 在人际交往方面非常势力眼 喜欢结交权贵或富商 有着很强的经商天赋和挣钱能力 某某能够积攒下丰厚的财富 三 无名指的指端呈椭圆形 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的指端部位 看上去呈椭圆形的话 这种人一般审美能力比较强 为人非常有主见 不喜欢随波逐流 做人处事方面很有原则 有着很强的社交沟通能力 内心也比较正直和善良 乐于帮助他人 往往能够给自己赢得不错的声誉 而且善于理财 经济能力往往比较强 三 无名指纹路 一 贵人文 位于无名指 第一指节纹上方的浅细纹 或者是一条短而清晰的横纹 被称为贵人文 由此纹路的人性格温和 很擅长与人交往 人缘很好 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和理解 会通过朋友的助力走向成功 二 谨慎文 对于无名指顶端或第一指节上方的 两条竖直的平行指纹 被称作谨慎文 由此首相特征的人心智成熟 对自己严格要求 做事踏实而谨慎 会凭借自己的努力 获得富贵生活 三 三约文 无名指第一节节文或第二节节文 有三条文字称为三约文 由此首相特征的人 晚孕特别好 步入老年时期事业顺利 婚姻美满 夫妻恩爱 四 病约文 位于无名指第一和第二指节 中间处的两条平行的横纹 被称作病约文 由此纹路的人健康状况不好 多有气喘病或慢性疾病 会影响婚姻生活 这种纹路会随着身体好坏而增减 如果第二指节中间只出现了一条横纹 则表示此人容易感染气喘病或性病 五 名利文 位于无名指第三指节 靠近无名指根部处出现有车轮纹零 金颈纹颈或金印纹口实 被称作名利文 首相有上述文录的人 很有生意头脑 生财有道 理财有招 很容易凭借自己超强的理财能力 而获得财富和名誉 六 烦恼文 假如无名指第三指节 靠近无名指根部位置 出现杂乱的像网格一样的纹路 被称作烦恼文 由此纹路的人个性敏感 容易陷入感情上的困扰 内心常常因为感情上的事而纠结不清 需要人的帮助 七 美玉文 美玉文是一条自无名指根部向上升起的树直长文 直观指尖 由此文路的人很有艺术或文学天赋 容易因艺术学术而成名 在追求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 美名远播 八 无名指上有斗 无名指上有斗的人 个性独立 十分聪明 非常务实 做事很有条理 能够经过感性与理性 追求公平与合理 有奋斗不息的实干精神 而且有洞察力和判断力 注重细节 处理事情稳妥周全 说话圆融 是一位优秀的领袖级人物 有点是聪明 认真 踏实 负责任 是非分明 讲道理 富有才气 善于理财 是一个理智冷静的人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 有很高的理想 缺点是个性保守固执 比较严肃 求好心切 过于谨慎 小心而放不开 不要把钱看得太重 适当时回馈给社会 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其中 左手无名指有斗的人心地好 很容易招小人暗算 朋友之间不可靠 要有独立之心才可以 心性要狠 才不会吃亏 右手无名指有斗的人 做事都非常小心和细心 对人对事都有防患之心 在事业方面 成功性是很高的 因为有谨慎之心 九 无名指上有簸记 无名指上有簸记文的人 性格温厚而笃实 非常聪明 擅长社交 交际范围广 工作不怕艰苦 努力实干 尚能得上司的赏识和提拔 尚能得部署的拥戴 容易成功 直到晚年运势都很强盛 与生幸福与才艺相随 是受上天宠慧的幸运儿 缺点是处事温吞 不易当机立断 做事容易挑剔 不容易贯彻始终 不易掌权 性子过急 容易得罪朋友 友情或交友关系 不会长久 这类人虽多才多艺 也能集成家业 受到家里关照的好命运 容易遇到展露头角的良机 但是因为性格比较顽固率直 不会巧妙地利用到手的可贵机会 所以容易措施良机 总是不能达到出类拔萃的高度 食指连运 你的手指关乎你的性格 关系你的身体 长短形态文路的生理因素 我们不能扭转 而命运可在点化之后领悟之时 加以自我改善掌控 艳语说得好 性格决定命运 如果能做到因事利导 保留性格中的美好 去除性格中的糟粕 方能做命运的主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